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句老实话 小千 你说一个竞技 一个舞台的竞技 一个队老赢真的挺不好意思的 说实话 我也是很纠结 下去以后我也特别的 你说我好容易带回班 再把人这个节目弄得不好了 我昨天特意给郭德纲老师打了个电话 我说你教教我这窍门 怎么能提升队伍的整体水平 他是这么教我的 微卧X7 1600万柔光自拍 照亮你的美 本节目由微卧智能手机 独家冠名播出 喜剧总动员 一场大明星的冒险之旅 这个说句老实话 小千 就是你们那个队 跟我们这么队 真的没得可比 怎么叫没得可比 没得可比毕竟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 咱先从颜值上比你们那队有一个比得过我们家珊珊的吗 从实力上讲 你们那队有一个比得过我们家小宝的吗 我告诉你今天我都不好意思到结尾 又得宣布谁第一 怎么这么欺人呢 说实话 我认为这次比赛 咱们的实力基本均衡 姐 咱们可以打个赌 打什么赌 咱公平一点 如果我输了 就要听你的 如果我输了 我把我头发拉直 下棋 这好 这好 我还没见过于全老师头发直的 我要输了 我也把 我烫头 不行 不行 您烫头不新鲜 我要出一主意吧 丹丹姐这组要是输了的话 让丹丹姐穿上大褂和我一起 说相声 说相声 说相声这有点太爆刷了 说相声太难了 好的 赌也赌了 乐也乐了 下面我们就该正式开始了 下面我宣布 维吾尔智能手机喜剧总动员 第三阶段第二场 敬演正式开始